個人使用詞 做宜蘭 曲 승y 妻 uyorsun上 老師 阿娟 作詞 妳長輸 完成 詞 申請 佳崎 詞 介紹 詞 歌 編 編 編 詞 編 曲 博 編 我們想今天跟大家講一下糖尿病 什麼是糖尿病呢 糖尿病是因为我们吃过消化之后 经过肝脏的时候会变成葡萄糖 然后这个时候血糖会流过我们的肌肉 大部分放后的葡萄糖90%会由肌肉来吸收 肌肉细胞外面有一个胰岛素 所以胰岛素如果功能正常的话 它就会吸收到肌肉里面 然后会储存起来 储存方法就是肌肉里面的肝糖 如果因为不同的原因 造成胰岛素功能下降 那血糖就进不到肌肉里面来 它就在血液里面浓度会变高 所以我们第一个发现它的血糖 放后血糖会飙高得很厉害 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增加胰岛素 把它拉进来 但是后来血糖如果一直没办法进来之后 它就经过肾脏的时候 它超过我们能够回收的功能 它就跑到尿里面去 所以我们按照它的名字来讲 尿里面能够出现 不应该出现的葡萄糖 这种现象我们叫做糖尿病 糖尿病是目前非常严重的慢性疾病 特别它的功能就是 胰岛素的功能下降 才是阻抗的时候所产生的 所以糖尿病是其他疾病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机转 那目前大概有五分之一之一 中高龄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慢慢的开始会有糖尿病的一个现象 那糖尿病如果发生的话 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 它对身体的影响会蛮大的 那比较大的是大血管的影响跟小血管的影响 大血管的影响就会高血压 然后对于冠状动脉会有疾病 硬化然后会冠状动脉的疾病心脏病 还有脑血管的疾病 那小血管会真正对于我们的肾脏功能的影响 然后对于眼睛 我们视网膜会产生初血 会产生视力的影响 那目前呢 现代人因为失明的原因最大就是因为糖尿病影响 一个是白内障 另外就是视网膜剥离 所以这两个造成失明最大的影响 那肾脏呢 现在最大的取胜的原因呢 一大原因也是因为糖尿病造成了一个病发症 所以糖尿病的病发症非常的严重 那糖尿病的治疗或预防 主要有三大因素 第一个是什么 是营养 控制你的血糖 控制适当范围 不要有肥胖的情形发生 第二个呢是药物控制 药物控制主要是让刺激你的胰岛素的功能 或者是抑制肝脏的功能 基本上它都 那最后来呢 最后来呢没有办法的话就用 用胰岛素来当做治疗的方法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最鼓励的 就是运动的方式 那运动为什么有效 运动呢会刺激我们的肌肉细胞增加 那肌肉运动的时候呢 会让血流 第一个优先跑到肌肉里面 所以它减少到脂肪去 然后如果让它刺激它呢 肌肉细胞瘦瘦的时候呢 会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增加 然后同时会增加我们细胞里面的 葡萄糖转运体跑到肌肉细胞瘦的量增加 那有效的把血糖适当的运到肌肉里面 用肝糖的方式储存下来 所以运动呢是有效的 那如果长期运动呢 肌肉量会增加 所以它的 对于血糖储存能力也会增加 然后基础代谢也会比较高 比较不容易肥胖 那所以运动呢是有效的方法 但是如果平常的人没有时间运动 然后或者是太胖 运动的时候不舒服 或因为受伤 没有办法运动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这样呢 会产生胰岛素阻抗慢慢会产生 特别是老化的时候 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呢 是会下降的 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因为提到呢 随直律动对于糖尿病的帮助 就是因为随直律动的时候呢 它可以刺激肌肉的收缩 所以对于胰岛素敏感度 跟肌肉量的维持有一定的效果 再来对于骨头的刺激 骨头刺激它会刺激 胰岛素功能的维护 然后减少脂肪细胞 然后骨盖素也会刺激 胰岛素功能的维修 另外它对于血管的内皮细胞 刺激效果会使血液循循環变好 所以它对于慢性疾病的影响 组织的破坏呢 会可以达到促进修复的效果 所以它对于糖尿病的预防 会产生效果 那对于糖尿病产生的 病发症会减低 或者产生了一个增加修补的功能 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是有糖尿病危险的 特别是在你年龄超过45岁以上 然后呢你有肥胖的现象 然后有遗传史 或者是你是白人或者是亚洲人 比较容易有抗胰岛素现象 然后肥胖的情形 我们鼓励你呢 如果没有办法规律运动之前 可以采用律动的方式 然后呢来提高你的 胰岛素敏感度 来得到预防糖尿病 跟避免糖尿病的 病发症的一些情况的发生